彼时 我刚被我的青梅竹马成婚两载的夫君艳巡抛弃 她言辞懇切 姚娘 如今谢家看中了我 你也知我辛苦二十载 无非薄一个虔诚 姚娘 谢小姐世家出身 必不愿做妾 我却冷笑 那我尽心尽力为你劳顿的这四年算什么 你同陈家承诺过必不负我 眼下也有了薄情寡姓的冷血做派 艳巡脸色一僵 随即冷立起来 陈玉瑶 便是你辛苦这些年 算来也不过些许银子 而今我还给你 我们自此两不相欠 她甩下银梁与修书便走 步履匆忙 生怕我会缠上她 碎银散落一地 我俯身去捡 便见到手上粗糙的后捡 扭曲变形的纸洁 洞窗留下的伤痕 那是我曾经日夜奔走 供艳巡读书求学的痕迹 我心中一痛 回望着这处宅院 是我好不容易攒足了银子 买下的一处小小的院落 艳巡也曾在这里与我花钱月下 浓情蜜意 姚娘 你不辞辛劳为我奔波这么多年 我必不负你 本以为我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可当耳鬓撕磨的回忆便做忘恩负义的背叛 留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 我连夜收拾了行装 卖掉宅院 改头换面 一路辗转 成了楚州一名新丧夫的寡妇 然而刚安稳不久 新帝便宣指 要寻找当年他与先夫在战乱中遗失的女儿 各地纷纷下令 是要将符合特征的女子尽数网罗 我只是脖子上有一颗红痣 竟也被送入宫中 前两日 女官细细查验 打发走了那些年龄 绅士等对不上的人 到今日 剩余女子被召入紫辰殿 由皇帝亲自探勘 本以为我只是走个过场 可谁知皇帝懒洋洋的一抬眼 竟指向了我 朕看着人最像朕 就她吧 陛下慎重 这 这名女据说是楚州的一名寡妇 怎能是金枝玉叶的公主 一人出列跪下 她的语气诚恳 视线却与我身旁的女子 有一瞬的交错 哦 女帝收敛了笑意 如此说来 朕不仅是寡妇 还死了三任夫婿 恐怕是坐不得这皇位了 那人差那间惶恐失色 额头低汗 臣不敢 出头鸟被三言两语打发 纵然殿堂上人人皆有疑心 然而皇帝誓要下令 谁敢违逆 于是 众人纷纷拜扶 恭贺陛下寻回公主 天佑大卫 万事千秋 我便被侍女们簇拥着到了后殿 他们服侍我梳洗打扮 为我穿戴最金贵的衣装首饰 我僵硬着身体任他们摆布 在回神时 镜中俨然出现一个华冠礼服的身影 纵然容貌只是清俊 可被这样一桩点 也有了几分雍容华贵的气势 殿下 请 女官为我引路 直到御书房内 我垂手行礼 不敢直视端坐上手的人影 抬头 女皇声音淡淡 稳住心神 我抬头望去 方才在紫辰殿 皇帝身前隐隐绰绰 我看不清她的样貌 而现在 我才发觉 即使已年近四十 可女皇的容貌 竟仍犹如烈日 璀璨毅历 她端向了我许久 才道 你知道为何我选中你吗? 民女而臣不知 我慌忙改口 她莫的一笑 光滑溢溢 因为你心中有恨 我确实有恨 陈家本也是官宦之家 虽只是小小县令 可县中富足 人人安居乐业 直到谢家两位郎君的到来 也许是一时兴起 也许是为了寻求刺激 他们甩下护从不取 夜半溜至 距城镇百里的荒山野岭 而后 被刘斐射中了臂膀 虽无大碍 但二人惊吓过度 回去后便发起了高烧 谢家震怒 以百年望族之威要我爹下了大狱 抄墨陈家家产 收敛我爹尸身那天 我亲眼看到他身躯上的累累伤痕 他曾经抚摸过我头顶的手指 亦变得血肉模糊 狱卒低声道 女郎 我们本也想护住陈大人 只是上面来人行行 我们实在 我娘本就病弱 听到消息 当场晕厥 缠绵病塌三月便撒手人寰 临死前 他拉着燕荀的手说 陈家已是如此 你可还怨 还怨 燕荀当时怎么说来着 对了 他眼中含泪 目光坚定 我必不负玉瑶 燕荀的母亲与我娘是手帕交 所以即使他失事失户 家境中落 我娘还是以一句口头的婚约将他视作亲子 尽心竭力 而燕荀也格外争气 出落得俊秀端正 博学多才 所以 我娘放心地将我托付给了他 起初 我们相互扶持 生活清贫 道也平静 我爹过去好善乐失 现今邻里也对我们多有帮衬 可就在我娘去世的这年末 折服了十年的秦 蒋氏起义 战火轰轰烈烈 瞬间席卷了整个大梁 梁朝本就是苟延残喘 自然溃不成军 仅仅不过两年 便尽数崩塌 我们二人狼狈逃难 终于等到了魏朝建立 我一力支撑家业 只为公燕荀读书修学 燕荀不是不知道 是谢氏让我家破人亡 可当谢家女郎看上了她 她便为了荣华富贵 辜负了我 践踏了陈家给予她十五年的真心 殿下 公帝侍奉我穿上礼服 常年跟随女皇左右的嬷嬷却前来 她面容慈祥 眼神却伶俐 殿下不要忘记 陛下嘱咐的事 我知晓 今日 为荣昌公主秦宁义归来 皇帝大悦 设下宴席 各大世家纷纷赴宴 谢家 自然也在齐列 还有谢家旁之二娘子新嫁的那位燕郎君 听闻这位燕郎君面如官玉 仪表非凡 又颇有才学 如今娶了世家女 正是好不得意 春风满面之时 然而在看到我时 她唇边的笑意顿时消失殆尽 你 姚娘 你怎会在此处 放肆 宫女上前 打断了她的话 燕郎君怎可对公主如此无礼 燕循亮呛一步 公主 她不可置信地上下打亮着我的锦衣滑肠 忽而转头对侍女道 陛下 可是弄错了 这位奋明是 郎君慎言 天皇贵咒 岂容你妄议是非 是女极生历瑟 罢了 我垂眸 在她骤然一亮的眸光中 又轻声吩咐 只是燕郎君冲撞本宫 实在无礼 便在这里 跪至宴席开始吧 宴循正愣一息 已经有侍卫听令上前 强压着她跪下 她几番挣扎 还是抵抗不过侍卫的重压 只能狼狈抬头 努力道 姚 不 殿下 我 见她这般仓皇模样 我心中竟毫无波澜 只与好笑 殿下 时着要到了 我略以应声 转身离去 随从扑壁鱼灌而过 燕荀面目赤红 紧咬着牙埋下头 只是才走出不远 身后便传来一声叱骂 回过头 却正是那些二娘子谢运珠 满面恼怒 对燕荀历声喝道 谁让你跪在这的 我冷声道 我让的 如何 谢运珠寻声看来 视线扫过我深周的弓壁 迟疑一刹 终究不情不愿地行了个礼 昔日皇权旁落 士族门阀何等骄傲 竟有释迦女说出过不嫁皇世子的狂言 此时不仅打破了世数不婚的理智 面对皇族也要卑躬屈膝了 眼下的这位谢家女郎 年龄尚小 娇蛮任性 十足的名门座派 恐怕心中怨气极深 殿下 燕荀犯了什么错 要这样折辱于她 她忍着怒意 语气却仍旧尖锐 没什么 我不紧不慢 我看她不顺眼 如何 你 谢运珠姓演员争 可话未出口 便有一个宫庄妇人 缓步行来 打断了她的话 运珠不可对殿下无礼 来人眉眼带笑 一派宽人词厚的模样 然而谢运珠恍然一惊 眼中竟多了几分惧怕 大夫人 殿下怕是不认识臣妇吧 妇人不理会她 却对我开口 说来 我与殿下的父亲也是堂兄妹 只是可惜 殿下遭贼人掳掠 现下竟也有十四年不见了 我心下了然 霍夫人 十四年前 霍氏遭前朝流放 女帝身为霍家儿媳 一同遭难 嫁到谢家的霍氏女 却逃过一劫 也是在那次流放途中 霍氏恰巧遇见暴乱的起义军 在一片混乱中 年仅四岁的霍宁义不知所踪 霍夫人连生赔罪 姿态放得极低 韵珠一贯被她的爹娘宠坏了 家中必会严加管教 还请殿下原谅 他拥着我走向正厅 未曾给他人一个眼神 跪在地上的燕巡 便如尘埃一般 被轻轻拂去 只是我耳力极好 远去许久 仍能听到谢韵珠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这么嚣张 小心遭报应 像是为了印证她说的那句话那般 宴会卫时 我正勉力与他人笑谈 一道雪白的影子便默然闪过 打翻了我的酒杯 哪来的猫 工人慌忙上前 按住那白猫 却见这只猫舔了舔我面前洒落的酒 突然哀叫了几声 竟四肢僵硬 猝然失去了气息 娇娇 谢韵珠面色苍白 话音颤抖 我不是把她给了秋平 叫她好生照顾吗 四下一片死寂 只于外面一声通报 陛下道 我猛然抬头 或夫人摇摇向我看来 眼中带着别样的深意 是向我展露我所面对的威胁 一个乍然出现的 对权势有竞争力的皇女 必须要依靠他人助力 才能在这鸣枪案件的宫中生存 亦是表现对我的事好 谢韵珠对我无礼 那么就杀了她的爱宠 以做投诚 皇帝震怒 是要彻查此事 经守过杯斩的工人 全被压了下去 宴会也匆匆结束 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酒楼上 我与霍夫人相对而坐 她微微一笑 殿下或许无心争夺 只怕他人不会相信 哦 我不置可否 时下我周边的情况 夫人竟知道的比我清楚 实在让人惊心啊 刀锋向内 主人自然惧怕 但若持刀向外 殿下会手握最好的利刃 当今陛下 膝下有四位儿女 除二皇子秦辉 势单力薄外 我是他与第一任丈夫所出 正是旧时风光无限的士族大姓 或是织女 三皇子秦瑞和四皇女秦妙华 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蒋氏后代 背后亦有武将支持 现今两位皇夫都死了个干净 他们遗留的势力 却还在蠢蠢欲动 更何况 如今世家世威 他们迫不及待要培植一个可以拿捏的傀儡 我根基不稳 正是他们最好的扶持对象 霍夫人柔声道 当下已经出了一位女帝 殿下难道不想做第二位吗 这话太过赤裸 我心惊肉跳 正不知如何回答 楼下却陡然响起喧哗声 夫人 不好了 小丝慌慌张张地闯入 但话音未落 门已大开 光线骤亮 我的眼前乍然模糊 正要动身 霍夫人却按住我的肩膀 不动声色地起身行礼 二殿下为首那人脚步缓慢地走进来 面容沉郁 眸色暗淡 她低垂折眼 嘴角却渐渐勾起一点浅淡的笑意 长姐刚来第一天就同谢家勾结 恐怕不好吧 二殿下此言 倒是过重了 或夫人不慌不忙 我与大殿下到底也算估值 一叙而已 怎能称得上勾结 她这话既是解释 亦是在提点我 秦辉似笑非笑 这番话 留着长姐去与母皇说吧 咱们走御书房内 我俯身许久 皇帝仍没有开口 却听得啪的一声 奏折摔落 女帝眉目冷淡 声音却带着怒意 朕才刚坐上这皇位 就迫不及待要朕立太子了 当真是好 殿内煞时贵了一地 皇帝慢慢抬眼 宁毅怎么看 儿臣 听说今日你与霍夫人相谈甚欢 女帝悟得眼神一立 环顾一周 冷声道 都滚出去 天子一怒 工人难求自保 当然更不会为我这个半路归来的皇女求情 可戴道满是寂静 女帝却发出一声吃笑 看来她们也失去折服的耐性了 她的神态怡然 全无目逸 恰如昨日 她站在我身前 沉沉起声 从仙朝起 世家便繁盛兴旺至极 鲜花烈火 黄黄叶叶 朕却是 叶不能寐啊 我略一抬眼 见她眼角含笑 不由地脱口而出 臣却以为 士族如同毒瘤 尚待天家 下欺百姓 淡尽江山血肉 皇帝深深看我 忽而大笑 若非 你倒当真向我 他按住我的肩膀 眼中似有伙势赤胜 朕要你 成为朕的刀 如何 所以 我要展露恰好的野心 假作被利诱的姿态 连我的身世 也被恰到好处的粉饰 当年秦宁义失踪时 我爹恰在兵州围观 庄庄渐渐 对得上他流落在外的诡计 否则 也不会叫我被送进宫中 战乱频发 人杂物乱 经过皇帝的脚势 谁又能厘清我是否是秦宁义 谢家自以为抓住利刃 却不知刀柄一侧 依旧锋芒尖锐 犹如荆棘 长钉 插入谢家内部 纠缠越久 刺得越深 谢家查探消息的动作很快 几乎是隔日后 谢氏便屡刺登门 几度试探 以求我的态度 燕巡这位他们已经收懒的女婿 可以随意放弃 就连那两位罪魁祸首的郎君 也可由我处置 我惺惺作态 假装利欲熏心 却又挣扎矛盾 态度日渐软化 谢家也与我日益交善 世家大族亦以谢氏为首 与我是好 朝野事宜 常常相助 二皇子秦辉不过五韶之年 又无人帮扶 三 四 殿下又太小 未能着袍直户 朝堂之上 只我一家独大 当然 这也招致其他派事的不满 大殿下既已成人 自当为国效力 眼下汝州鸣冤一事 不妨交由大殿下处置 为陛下分忧 又蒲叶此话怎讲 汝州仪式颇为复杂 大殿下亲涉国事不久 怎能接下这般重担 谢氏家主 左蒲叶谢荣立马出面赤膊 毕竟 又蒲叶所说之事 确实棘手 前日 有意形容残破 衣着蓝绿的女人 拦住京官马车 风风颠颠开了口 说是汝州秋为 他夫君本应名列前茅 却遭人顶替 一家上下七口人被杀 致他一人侥幸脱逃 他拦下的那人是皇帝亲信 立即上达天厅 令人查问 可惜那女子不日去世 除了说出这几句颠三倒四的话 就再也吐不出什么了 无人想接下这一趟守山狱 南方情势错综复杂 士族势力 盘根错节 由其吴氏一族 盘踞汝州数百年 各士族同气连之 谢家同吴氏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出于大局 亦或私心 谢家不欲让我蹚这趟浑水 可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 我出列躬身 一居到底 儿臣愿意谢荣满目孤怡 却闭口不言 待到下朝后 才匆忙来问 公主此意识 此事关系重大 与其叫他人操控厉害 倒不如把握在自己人手中 谢荣默默许久 才缓声道 如此 殿下不妨与获氏同行 她手段了得 可谓殿下出谋划策 我笑一笑 姑母若愿替我解忧 我自然乐得清闲 或夫人的雷霆手段 我当然清楚 毕竟当年 借陈家仪式 搅乱冰州 就是她向谢氏 谏言献策 最终 由谢荣一锤定音 亲下命令 探查换卷仪式 并非难事 才到汝州 已有人上报结果 调换了那李姓学子试卷的 乃是吴氏郎君 而杀害一家七口的 则是被他贿赂的一名小吏 那日李学子名落孙山 与同窗好友戒酒交仇 就到憨处 探讨起今年科考结果 好友说起一篇自家夫子提及的 主考官大家赞赏的锦绣文章 李学子发觉 这正是他所写 明明文章被人称道 却硬是落地 其中必有猫腻 心中愤懑 酒壮人胆 李学子欲要上诉冤情 不料迎面撞上的 正是那被收买的小丽宋威 眼见事态暴露 小丽心狠手辣 一面安抚她先行回家 一面叫人痛下杀手 这才酿成这一桩惨案 汝州太守亲来引我 面色淒淒 竟在我汝州出了这样的事 下官实在是 难以面见殿下 陈已将那罪人下了大狱 只待殿下拍板定案 等等 我止住了太守的动作 锦衣小丽 便有这样大的能力 考卷究竟如何调换 那小丽唆使何人杀人灭口 欺人无辜死亡 难道后续无人勘察 她又是如何抹平痕迹 收尾善后 我每问一句 太守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况且 殷小见大 虽已有一人昭雪 只怕不是 只有一人蒙受冤屈 太守何妨将考卷尽数拿来 我亲自查看 要查 便彻查到底 她嘴唇颤抖 悄悄向后使了个眼色 玄机又换上一副笑面 科考乃国之重本 姿势体大 纵臣是一方太守 也不能随手取来 还需殿下等待 那就等 我泰然打量着她 本宫等得起 殿下领命而来 如此大事 臣等自然尽快呈上 太守陪笑 好似想起什么 又道 得知殿下前来 吴公已设下宴席 托我相邀 还请殿下赏脸 晚宴不过寥寥几人 唐氏却极尽华美 更有无尽真修美传 宴席过半 我放下酒杯 事已至此 吴公有话 但说无妨 吴恒一顿 又笑道 殿下年轻 性情直爽 不爱拐弯抹角 老夫那不成器的子侄 也是太年少 为求前程过于急切 一时昏头便行了会 唐氏遭受刑罚 也是应当的 他略意抬手 立刻有人奉上数十木匣 珍珠玉石 琳琅满目 只是老夫年事已高 不忍见自家子弟受刑 见我不接话 他笑容贱淡 自然 区区一小利 不能手眼通天 仅处罚他 也不足以平民愤 这宋威 又将收来的银两拿出一部分 送给汝州司马赵玄 也是此人 令人杀害李氏一家 汝州司马 好似同吴家并无关系 其妻却与吴氏女氏沾亲待故的姑嫂 事已 吴氏本想保下赵玄 如今此举 便是断尾求生 我转了转手中九尊 听闻吴公德高望重 学识渊博 正巧 我有疑惑 想请教吴公 殿下请讲 我悠悠叹息 方才我翻越贵榜 仅吴氏子弟就占了太半 可见吴氏宣赫 足人才治过人 实乃大位姓氏 只可惜 我所见到的考卷 比例荒诞 言之无误 未同嚼辣 吴公博学多闻 敢问对此事 有何见解 吴恒道 老朽愚昧 不得解法 现今考官 只凭名字和字迹 便能认清眷后之人 立于虚打高分 我却想了个法子 倘若一来 迷风胡鸣 二来叫人腾露试卷 无法辨识 平阅自然公正 如何 殿下所言即是 吴恒公为 既然如此 那科考结果 恐怕便不算数了 吴恒笑容一瞬扭曲 却仍然负荷 自当如此 常听说吴家事大 事强凌弱 仗事欺人 我看来 吴公却是通情达理 显然流言蜚语 做不得数啊 既这样 我接下来所言 就无所顾虑了 便下此意识 他刚一开口 就被我挥手打断 本次科考 名不复实的 各账三十 若有做官者 尽数格职 赵玄 宋威买凶杀人 即刻斩杀 无庸重罚 徒三年 以井孝悠 殿下当真是雷厉风行 大刀阔斧 但过刚一折 殿下 可要小心 或夫人轻声奇耻 做足官妾模样 眼中 却暗藏锋芒 先前我孤身应邀 前往吴家 或夫人 以担忧我的安危为由 想要与我同行 却被我推拒 我身边尽是皇族亲卫 强硬拦下谢家随侍 他亦无可奈何 就像吴家不敢对我下手 不过处死了一个司马 惩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右背 他们怎会就此撕破脸皮 皇帝正愁没有理由 发落世家 若我出了什么事 只会给皇帝一个完美的动刀借口 姑母多虑了 我道 或夫人脸上带出几分皮色 眼神却依旧锐利 殿下鲁莽行事 可是要伤了身后亲信之人的心 我冷哼一声 不退反进 或夫人 也要替我想想才是 这大抵是我第一次向或夫人说重话 他一正 却很快维持住假笑的面孔 殿下有什么烦心事 不妨说与臣妇 也好为殿下分忧 我冷笑 夫人一味地为无事求情 可记得当今陛下 最是厌恶世家 我若全然偏袒 恐怕明日便要被母皇质问天听天信 是非不分 狼子也心了 殿下的苦楚 臣等看在眼里 可 他话未说完 便被我止住 谢氏扶持 我本感激不尽 但现在看来 到底是一心为我 还是为己谋私 我倒要仔细想想了 与霍夫人不欢而散 一日 下人来报 便下 霍夫人称婆母身子不适 要她事急 历史返程了 我并不在意 随意挥了挥手 汝州一案 前因后果 以快马加鞭乘往京城 蜜蜂、藤禄等事 未来会铺陈推广开来 眼下重要的 还是另外一事 汝州街头 处处可见布房、绣装、织房 如此昌盛 正是因汝州几乎不曾受到战乱的波及 便有一老富柱玄英 收留了流落汝州的诸多孤女 以仿之为业 更是改进之机 不止出产更快 所致不杀 也更为坚韧、精致 大受贵族追捧的同时 亦造福了百姓 皇帝大岳 因其住在恒山 便封为恒山郡君 恒山周边 养蚕丝、纺纱织布 染色刺绣猪叶兴起 聚集起了大批女子 更是产生了绣花学坊等女学 女皇登基 育女子也能为官 上层贵女有族学 地主豪强家的女儿也可读书识字 但大量民女却无处可去 印刷书籍、学堂兴盛 应及平民男子 可又该如何建立民间女学? 当前乳州 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前往拜夜住玄英 她虽已年欲花甲 眼睛却不见浑浊 依旧清明 敢问大殿下亲自前来 是为何事? 郡君既问 我便开门见山 郡君辅姑女 传记忆 功在千秋 如今深受尊敬 可有创办女学 立天下女子的想法 助玄英叹气 老身家境贫苦 自幼不曾学习 如何能教授文字 况且他们送女儿来 只是为求秀妓 以养家糊口 假使传授诗书经文 恐怕有些人倒认为是旁门左道 不愿送女儿来了 我沉吟片刻 若是行商 便不得不学算账 若是想接触达官贵人 也不得不学礼仪 这般下来 便能循序渐进了 殿下说得轻巧 只怕难以落实啊 我摇头 万物自无而有 自小而大 若只执着不前 何时能有变化? 恰巧 我这里有些先代流传而来的知法 秀样古籍 然而过于高深 只有十文段字的人方能参悟 便可则一二粗通文末的女子出来 当作奖赏 以利又知 有了好处 其他人自然愿意学 至于其余的 也可在日常习义中先学些字 我朝民风开明 有那么一二志在读书者 父母愿意叫其钻研 到时开办女学 也如顺水行舟 水到渠成 几次商讨 终于敲定大体事宜 汝州有枝叶 东州可养猪 其余亦有彩茶 十四等 大魏风气开放 商户女颇多 有了自立之本 便可进一步向上求学 留下人手、钱财、务实 我踏上返京路程 听闻谢家 如今正是人仰马翻 自梁朝推行科举 末年又接连有各式起义 小乱、大战 连番削弱 早已伤了各族血脉 或是被前朝梁立帝流放 崔氏、王氏日渐衰微 汝州无事 眼下又遭此大难 往昔声名显赫的五姓大家 似乎只剩一个谢家苦苦之称 现在我又与谢家离心离德 传闻霍夫人几度遭人质疑 称其半事不利 东差西悟 他更是同谢戎大吵一架 大伯还看不清吗? 大殿下冷心冷情 并不在意世家助力 假如继续放任下去 只怕早晚要对谢家下手 下人通传时 将霍夫人的语气学得唯妙唯孝 霍夫人想要壮实断腕 干脆与我断绝来往 以苟权家族 而谢戎 却犹豫了 殿下所言所行 恐怕只是不愿受我们挟制 皇女高傲 不想屈居人下 也是人之常情 她早年手中不乏鲜血 堪称杀法果断 到了晚年 却也迟疑 衰弱 优柔寡断起来 今日纵有女帝 女官 可风气难移 依旧是男主天下 霍夫人终究越不过谢氏族老羽谢戎 因此 谢家游移着 又贴了上来 可惜 或许他们安分守长 皇帝还可放他们一马 越想要在夺嫡中分一杯羹 越成为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 以你之见 接下来该如何 我恭谨道 谢戎行事 独断专权 已让许多谢氏族人不满 既然已经辗转难安 不如 让他们亲手解决 女皇撂下一枚棋子 口吻平淡 那就依你而为 女帝登基一年 石河遂风 海燕河青 因此 寻了个名头 宴请众臣 以展示浩荡皇恩 大小官员无不歌功颂德 奉上各样贺礼 谢家所献上的 是女帝所钟爱的前代大师流传下来的书画 卷轴缓缓展开 归例起宴 令人称谕 皇帝亦赞叹不已 谢戎心中满意 眼中也不由地带出几分得色 可下一刻 她的脸色居然衰败 喉咙中发出呵呵声响 谢阁老 殿内唐突喧乱起来 扑臂 臣子慌忙上前 扶住欲倒下的谢戎 谁 谁要害 她话音未落 已经口意鲜血 不满皱纹的手指颤了一颤 跌落下去 不动了 满场喧闹 一煞间冷记下来 众人惊惧地低下头 无一人敢开口说话 御医匆匆赶来 清查过后 立即回到 启禀陛下 谢仆叶使中毒身亡 久言未开 谢戎尚未沾咽上吃食 因此能给她下毒的 只能是谢家人 皇帝大发雷霆 给朕查 是谁胆大包天 敢害朕的骨弓之臣 大理四卿 连忙领命 带领官吏浩浩荡荡前往谢家 不知何时 终于匆忙带来一个消息 报陛下 臣等追根溯源 是近视燕巡 在谢仆叶的茶水中混入毒药 燕巡人在何处? 他 大理四卿愁愁道 他已经死了 臣前往燕巡宅院时 一看见此人毒发身亡 查验过后 正是合作蒲叶一样的毒 当真有这般巧合 女皇突然点了一人姓名 谢衙 你以为呢? 谢是七郎谢衙 是谢家主之嫡脉 断没有唐赛此事 葬送谢家虔诚的理由 然而向后看去 便能看见官员莫尾 那微不起眼的谢衙双膝跪地 嘴唇颤动 冷汗层层道 因着 大殿下的旧事 谢家冷戴了燕巡些许时日 像是他心生怨恨 毒害伯公 如今 怕也是他不敢担责 畏罪自杀 那日谢运珠来求见我时 我颇为惊讶 他与燕巡成亲不满一年 却已然失去了往日的娇娇神态 殿下或许不信 但倘若早知晓 他有妻子 我必不会嫁 他的眼眸会暗 手指紧捏茶杯两酒 才低声开口 我却道 你的意见 并不重要 谢运珠只是用来笼络燕巡的妻子 哪怕他妻妾成群 为了收拢人才 谢运珠还是要被嫁娶 可惜燕巡成了妻子 若有谢家这个登云梯 燕巡少不得 要做出与谢运珠密里调游的假象 可仕途无望 燕巡怎还会给谢运珠好脸色 夫妻不睦 谢运珠这幻想过琴瑟和鸣的娇小姐 也渐渐消磨了高傲心气 他也曾向谢家诉苦 换来的 却只是敷衍了事 女儿 不过是连结家族与女婿的器具 便是翁婿相成 也不一定顾及女儿意愿 何况燕巡与谢家关系冷淡 几乎翻脸 谢运珠一正 笑容中带着苦涩 是如此 他突然起身下跪 常败在地 运珠之谢氏终会亲父 只愿独善其身 求公主成全 谢家之中 敏锐感知到大厦江青的不少 可堕在谢荣手中 任谁也无法阻挡 聚传沉默 我凝视他许久 直到杯中茶水再无热气 之后 他将谢衙引荐于我 谢家日薄西山 小辈中唯一出挑的 只有谢牙 念见我时 他痛哭道 臣之陛下对士族燕之入骨 臣等不求荣华 但求保全性命 我却抛出另一个问题 我若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在你母亲与你终选一个活下来 你会选谁? 臣不知他懦懦 你不知 我冷哼一声 手中茶杯摔落在地 碎裂出清脆声响 谢牙用力攥紧手掌 手指站立 长久的静默后 他艰难开口 我选 我活 他联合对谢荣心怀不满的人 下毒杀人 而燕巡 就这样轻易地被他推作了替死鬼 谢家人都认了燕巡是元凶 皇帝自然也没有再查下去的欲望 只是此后 几位与谢荣亲密的谢氏官员也纷纷辞官 曾经风头无两的谢氏就此衰落 昔日春风得意 左右逢源的霍夫人 亦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都不会想到 他被自己的亲生儿子 忧求在一座破败的寺庙中 尘土暗暗 光影沉沉 霍夫人独自坐在榻上 病发凌乱 房门破败 发出枝哑一声 他抬头看见我 眼光一闪 忽然笑起来 公主 你心不够狠 你若心够狠 便应该先杀我和谢荣 再图谢家满门 如果我是你 必要谢家上下 偿还当年杀父血债 陛下一贯绝情 倘是他要下手 必定要斩草除根 赶尽杀绝 恐怕是你心软 才手下留情吧 我静静看着他 谢氏一直知晓 当年芥蒂 可利益大于情感 大于仇恨 就如谢家 与吴家 有过杀妻杀子之仇 谢氏却仍要保无事 霍夫人沉声道 殿下若是预谋大业 为何要自费臂膀 对谢家斩尽灭绝 便是怀恨在心 也应当先借彭史丰 在秋后算账才是 即使我并非其宁义 却也对皇位有所觊觎 恐怕 我便不会如此无情 哪个皇子不欲相助庞多 可我没有 所以我知道 你与谢荣死 陛下便既往不救 谢家仍能存续 谢家 霍夫人自嘲地笑 而今除我与谢荣 谢氏不过一群酒囊饭袋 七郎也是败许其中 陛下一心提拔数族 谢氏 还能有几十风光 自霍谢联姻 我嫁作谢氏妇 便为谢家洁尽心力 倘若下了地狱 有无数冤魂来找我所命 唯对谢氏 我问心无愧 你有什么可愿呢? 我呼而道 昔年你将长女嫁给雍州太守 难道她便是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吗? 因而如今 谢衙也毒杀谢荣 拘押自己的生生母亲 她一愣 言尾默然带起一丝讽意 殿下如愿给我立坟 请记得 我名或缘欲 一道血痕 从她唇边流下 秋风寒烈 吹得荒凉的院落 更加萧索 大殿下 有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 面容掩映在阴影中 便不清善恶 陛下有令 召见殿下 好 我知道了 我独占许久 直到冷风大作 才终于应声 谢家这头巨兽一死 其他世家元气大伤 已到了我急流涌退的时候 我早已暗中绸缪 寻求假死脱身的机会 毕竟虽然我与女皇有着不言自明的约定 但上位者变化无常 谁也不知他们会不会幡然变卦 这时觐见皇帝 难免会多声势端 然而即便再不愿 我也不能抗拒 只盼着皇帝不要历时翻脸无情 即刻剑拔弩张 但出乎我的预料 皇帝见我来 只是略微抬了抬眼 坐他的口吻平静 丝毫不见鸟尽工藏的意味 见我分毫不沾侍女奉来的茶 皇帝也只是微微一笑 他慢慢开口 我这些孩子里 惠儿最像我 可惜他太偏激 太心狠 恐怕只会落得个前朝立地的下场 芮儿和妙华 呵! 芮儿早被他那个爹宠的不知天高地厚 妙华倒是天生聪慧 沉稳非常 可惜啊 他太年幼了 比起一个已经成人的长姐 他还只是个毫无威胁 微不足道的质子 我妈撒卑鄙地手指一顿 皇帝年富力强时 尚可以容忍春秋鼎盛的皇子 可当他日益衰老后 未免不会多心起来 纵我是真正的秦宁义 流落在外多年 恐怕也与女皇亲情淡薄 何况我不是 思绪千回百转 只一刹后 我选择了剖白心计 臣对皇位并无半分兴趣 陛下若有孤疑 臣可以火烧假死 毁去容貌 甚至落下残疾 只身前往梁州荒芜之地 不!他道 朕主以你为太子 犹如平地惊雷 万君声响 我惊诧地抬起头 皇帝却转而问道 蒋柱之死 实在让人猝不及防 你可知为什么吗? 先皇夫死得突然 死得蹊跷 民间亦有传言 是女帝为谋皇位 亲自下了毒手 昔日我与蒋柱征战沙场 视如破竹 却不料一时疏忽 中了难遇毒箭 他脱不开身 不久后就毒发丧命 而我虽及时拔去箭矢 可毒素未除 终究是时日无多了 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一般 这句说完 他便喘咳起来 平复过后 才道 你认为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果断道 陛下惊涛伪略 高瞻远瞩 当今无人能及 身为处处被制雇的女子 女帝能带兵起义 坐上至高皇位 自然不凡 我对她的万分钦佩 真情实义 那你认为 前朝张五太后是怎样的人? 张五太后颇有魄力 处是果决 但 手段也狠毒了些 我犹豫着打 张五太后废杀皇帝 另立右帝 垂帘听政 甚至已制黄袍 只差一步登基 而最为人诟病的 便是她暴力非常 滥用酷吏 血洗朝廷 惨暴 若非上下一心要推翻她 她又何苦要滥杀反党? 张五太后在位十年 历经图治 开辟盛世 若是男人 必然是明君 可既然是女人 那便是聘机私沉 篡权乱世 后人平叛 就可抹消一切功绩 皇帝冷笑几声 又道 当年我与蒋柱决历 如果不是她阴毒横死 今日皇位上坐着的 是蒋家人还是我 还是辩数? 我命在旦夕 蒋氏却虎视眈眈 那些酸为俘儒 现今便敢指桑骂怀 我死后 他们要推翻大魏 扶持蒋家天下 不是没有义争之力 倘使如此 后世评说 朕就成了谋权篡位的无耻之辈 倘使如此 对女子的禁锢 也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太子 只能是你 只会是你 陛下若担心主少国仪 可命人摄政辅佐 直至新皇顺利亲政 如果陛下无人可用 臣愿干脑涂地 在所不辞 默然之后 我道 女皇轻笑 你比我想得还要谨慎 只是太谨小慎微 对君主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不带我回答 她又道 见女学 使你一力促成 扳倒谢氏 使你主动谋划 早在平息一世 我就看得出 你并不是循规蹈矩之人 并非没有野心 我心中一动 我一直疑惑 千人之中 皇帝为何独独挑中了我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才注意到我 三年前平息成乱 使我出谋献策 保住城池 可自前朝政变 全清朝野的张五太后被逼宫还权后 对女子的压制反而变本加厉 是已虽是我的计谋 表面却只能借艳寻的名头 而或是机缘巧合 或是留神探究 皇帝留意到了背后的我 玉瑶 你来说 你甘愿就此沉寂吗 我抬谋 直撞进皇帝双眼 拒绝的话语 却始终说不出口 打压无事 建立女学 无意不是我主动请婴 只是我知自己终归要绞金丝地 因而时时压制欲望 留有余地 然而自幼时 父母教我与艳寻通文达理 我便疑问 为何不指望我 叫爹娘险亲扬名 父母只是笑 自古以来 没有女子做官的道理 我与艳寻情分本不浅 又一路担惊结律 为她劳顿 恍惚之间 我也磨灭了心中图谋 直至艳寻断然抛弃了我 我却脱离了日复一日的倦怠 获得了喘息之机 叫我能够冷静思索 女皇见座 我该如何找寻施展报复的契机 只是还未细细绸缪 我便被送入宫中 成了尊贵万分的皇女 皇帝主义我为太子的风声大作 她日趋病弱 下令命我坚果 险外之音 已不言而喻 然而 还不曾正式策立 边疆就迎来了骚动 实至深秋 本就是北兄侵扰的时节 又因为前次北兄来袭 正值中原动荡 他们尝到了甜头 因此这次难掠 北兄气势汹汹 皇帝派出亲信将领 前往营底 京中便显得寂寥了许多 但平静之下 又仿佛压抑着惊涛巨浪 可在这种波绝云轨之时 我却出人意料地染了病 痘疮一传染 皇帝不得不让我移居行宫调养 而我也要戴上围帽面纱 防风避冷 遮掩病容 以避免他人沾染 成年的既定储君不在 皇帝身体虚弱 心腹也被调出 隐匿许久的人终于按捺不住了 随边关大劫 不日班师回朝的消息一并传来的 是属下帝来的密信 陛下病重 二皇子一动 殿下小心 皇帝卧床不起 秦辉旋即打出正朝纲名号 他声称我并非公主 并找出我混淆皇室血脉 霍乱国家的人证 当年和霍家一起流放的仆妇 那人战战兢兢道 公主 公主早在那年 就被霍郎君用矣 用矣挡刀 当场毕命了 尸身 是老妇亲自收敛埋葬 做不得假呀 不到一日 风云突变 秦辉早派出大批人手 围猎行宫 自然 他也料到 我并不会坐以待毙 我已暗中分裂两派人员 一路佯装主力 闯入京城 拖住秦辉兵马 另一路 则秘密带领心腹前行 直逼进宫城 但只到了太极门 便看到远处火光大盛 尘土冲天 秦辉带着众多人马 拦在前方 区区一个障眼法 便想瞒天过海 暗渡陈仓 他冷笑一声 眼眸阴郁 死死盯着眼前寥寥三人 我眯起眼 在夜色之中 远远打亮者与秦辉同行的人 秦辉私下勾结的 当朝唯一一个异姓王 燕阳王蒋怀 蒋柱的树生子蒋怀 果然如此 与传闻的蒋柱死于女皇之首不同 秦辉的生父的确是女皇亲手所杀 而他手下的兵权 则被女帝吞吃了个干净 成了日后秦氏的根基力量 他们对原来的主君并不忠心 因此 秦辉也未得到多少助力 所以 秦辉何能调动如此多的人手 唯有蒋家 蒋柱暴毙后 女皇登基 蒋党势力也分为三股 一派支持的是秦瑞 另一派虽也拥护秦瑞 但他们所想的 是要改秦瑞回蒋瑞 建立蒋氏王朝 第三方则选择了蒋柱的树子蒋怀 意欲正本清源 谋求复国 天边破晓 隐隐露出一闪红光 是时候动手了 我心下暗存 动身一煞间 秦辉与蒋怀对视一眼 见疾风锐 发出凛凛声响 直插入面前行舞 为首之人应声倒地 身后两人也倒翻下马 怎会如此轻易 秦辉一斗丛生 可见蒋怀并无动作 也只能躊躇着催马上前 他已经足够小心 但那衰落的女子 动作比他更快 变化只在眨眼间 他以一个灵巧的姿态 夹住秦辉马腹 翻身上马 将秦辉先倒在地 秦辉狼狈地倒在地上 不等他反应 那人已用敌手抵住秦辉脖子 他冷声道 都退下 秦辉被扼住咽喉 面色紫障 却仍笑了一声 拿我来威胁 长姐 你太不聪明了 他们怎会 他未声未尽 蒋怀就已朗声开口 诸臣都已被我掌控 宋 许将军远在边关 秦宁义 你何必还要挣扎 随着这番话出口 一支长箭破空而来 那女子勉强避开 却仍旧躲闪不及 被撕裂了脸上面罩 面纱掉落 我看见蒋怀悟得慌张起来 你不是 怎么会 你 在他金黄的话音中 我张公搭剑 一道荧光 骤然闪在蒋怀眼中 他寻光看来 终于看到了楼上的我 是的 如秦辉、蒋怀所想 那支人数庞大的队伍 是用来掩人耳目的手段 可他们面前的这些人 也仍旧是障眼法 而我 潜藏于太极门旁的角楼上 只待时机一到 便一时重地 秦、秦兆卿 许是惊慌太过 蒋怀瞳孔一缩 竟叫出了当今天子的名讳 可惜为时已晚 见生穿云烈时 直赐蒋怀心口 诸位爱卿 有何意义 皇帝受削了许多 声音亦沉闷阴雅 环顾四周 臣子神态各异 却无一言相争 认谁都知 那初来指认的 仆妇本便亦真亦假 或许只是秦兰谋逆的借口 而今秦兰 蒋怀逼宫失败 又怎会有眼无珠之人 借此发挥 是已 皇帝笑一笑 道 既无异议 便则黄道即日 准备立储事宜 任凭各家心中如何想 面上还是恭恭敬敬服下身子 大殿下忠肃公义 宣慈会合 时乃我朝姓氏 尘埃落定 下朝之后 为来奉承讨好的人 比以前多了许多 我一一应付过去 终于回到府中 与门客进晨相谈 一人道 蒋党那边 暂时是不会有动作了 又一人道 四殿下宫中 近日多了些生面孔 哦 我睁开眼 那人继续道 其中一人 似乎是陛下在军中的左官 只是后来未在前朝领职 而是贴身随侍陛下去了 殿下看 是否要 女皇到底还是为自己的儿女留下了后手 只是恰好 若她全然信任我 我倒要生出疑心 这一举措 反而让我拔除些许滤计 罢了 我摆摆手 现下最要紧的 是三日后的策立太子之事 暂且不要横生之劫 做出多余的事来 臣等明白 三日后 自臣殿上 楚州都督又为大将军荣昌公主宁毅 孝有庄敬 此人忠述 伯后以荣物 宽明而爱人 可立为皇太子 手气成挑 永固百事 我一眼府贵 行礼 平身 近日来 女皇被病痛折磨得疲惫不堪 往日浓艳的面貌 也失去了神采 唯有那双眼睛 依然明亮 炽热燃烧 我仿佛与他对望许久 又仿佛只有一息的目光交融 一丈鼓吹 百官迎颂 入主东宫 铒 的 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